好了,出入症搞定了 大家好,我是小曼 先从今天开始就封控完理了 然后早上的时候物业是通知做核酸 是一栋楼一栋楼测 我们现在排到下午五六点了 现在还挺好的 每一栋楼都是按分段时间去测核酸 人也比较少 这样也避免了交叉感染 而且效率也比较高 我现在把这个表填好了,我们下去吧 走,现在准备过去做核酸 这是我做的第三次 你做第四次 不是,我也做第三次 全样是第三次 但是儿子做了四次了 学校还得做了一次 你该把这弄零一点 坐在房子里做 电梯里每天都要消毒 这都有记录 现在都是分批过去测核酸 大家手里都拿的是信息采集单 还那么长 医护人员也辛苦 整整都干了一天了 看队伍长不长 看我爬得转了 那以后快到了就知道你的吗 那是 排的队特别长 大概有个五百米 驻车应该在这是专门送棉签和检测试剂的 这是送快递的 超市送东西的 刚是五点四十开始排队的 看几点能排到 别乱跑 你在这玩一下 妈妈给咱排队着 一会咱做核酸 再排一会 把这个走完就可以 开那个出门状了 6点20 终于到了 排了40分钟 终于到了 现在可以做了 一次走完之后 盖个掌就可以开出门状了 这个东西一会儿 开出入证 挺好 多辛苦 整整干了一天了 这一会儿都没有冬坛了 炸了 停电了 断电了 彻底瘫痪了 正在修理这个电了 刚突然断电了 现在一直在等着 好了来电了 经过十几分钟的抢修 马上就开始做了 做完就可以开出门证了 走了 做完了 现在拿着这个条子去开个出门证 好了两个小时 终于做完了 刚才还下来了小雨 今天特别冷 动着脚的有点满 医务人员辛苦了 我也还开门着呢 两天出一次 我买了牛肉再用 你妈妈先饭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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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出入症 搞定了 两天可以出一次小区 采购一些 生活必须 希望鱼腔赶紧过去 因为刚才看到了 好多老人坐着轮椅下来 也在吃火酸 还有那些抱在法里的一岁的小孩 也在吃火酸